小伙子 你凭什么干涉人家的人生啊 你是他的谁 我是他的男朋友 人家他妈还没说不让他跳舞呢 搞清楚自己的角色 恋人是有相互的交集 但不是完全的重合 即使是结了婚的夫妻 也两个人都有各自的空间 这叫尊重 而且你是典型的 妈宝型的男生 在家大男子主义的男生 你现在已经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搞这么复杂了 你觉得你们俩的未来会很容易吗 再来说女孩 女孩子边界感是一定要有的 边界感是什么 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的男朋友 是否有一些地方 我做的地方会让他不舒服 如果他不舒服 那我不要这么去做 你过生日 这么有特殊意义的日子 你跟舞伴一起过 我想不明白 我也想不通 不拒绝他的理由是什么 这就是边界感 生日 纪念日 等等一些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一定是和自己最亲密的人在一起 对不对 除非你还没谈男朋友 那我们另当别论 但你谈了男朋友 我相信如果你非常爱这个男孩的话 你一定想迫不及待的 都要准备好这一天 我要跟你再干嘛干嘛干嘛 这是我们的常识 所以当你如果没有边界感的时候 你也没有太尊重你的男朋友 就不要去埋怨他逼迫你去做一些事情 你们都是相互的 你付出多少得到就多少 明白了吗 所以两个人好好考虑一下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她张初是看着你的舞姿和你的 她张后的女朋友 你是男朋友 二人 现在没有发现 她的女朋友 为你爱这是男人 她的女朋友 那她会将自己的女朋友 寻她的女朋友 我做这种女朋友 作为胸子 如果她能否叫她 像耶女朋友 她为你 陆译 她的女朋友 能否说 她最想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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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